好 鼓民富裕大家好 我是文童頭顧為民喻 那為了要重新回到 我們這個新的平台 為了我們慶祝 這個新的節目的開播 等於說我們在今天 就特别开放五档的这个标股 来提供给各位 去做到直接的一个索取大放送 那针对这五档标的 我想到现阶段为止 都是属于一个 还没有发动的一些相关这些个股 那当然话我想 就说各位你都可以直接 透过这个荧幕下方这个 这个Light App 直接加入我们这个Light App 我们的Light App很简单 就是小老鼠MORE55168 小老鼠MORE55168 那你直接加入之后 各位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平台有一个见面礼 标股大放送这个栏位 那各位你就很简单 直接跟他点进去之后 那立马你都可以直接拿到 我老师我们提供给各位 到目前这个节奏点 还没有去做到正式启动 尤其我们要买这种叫 真正的这种强多个股 尤其像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今天是拉回 目前拉回84点 那经过连续两天的一个上工的一个后续 我想今天做这个压回 我想这个压回 反而是提供给各位一个绝佳 上车的一个机会点 那至于 你要去买进哪一些相关这些个股 我想我老师我们全面性 都已经帮各位准备好了 你就很简单 直接先加入我老师 我们这个Lite 8行列之后 直接点进去我们这个见面里 标股大方送的这个栏位的一个后续 那你就可以直接 索取到这五档 底部刚刚好翻扬的这种起涨形态的这种强多个股 来做个直接的一个买进 好那我们再待会今天这个台股大盘的部分 我想进取这个台股 台股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毕竟在昨天 昨天美股受到这个 这个联续会主席 又是一个鹰派升息的这个言论的一个结果 美股昨天四大指数又是形成同步的一个重挫 那这个重挫当然的话也联动到今天这个台股 也形成一个直接开低 盘中一度最多最多也拉回超过这个白点 那当然的话趁这个拉回 我想各位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当然的话趁拉回 你可以去针对一些还没有发动一些标的 持续性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台股大盘的部分 毕竟我想在最近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想这个台股大盘一路 都是在这个新春开用盘第一天 那个点1月31号这个低点15265 到这个2月24号这个15717这个高点 形成一个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平台整理我想透过包括 前天涨了115点155点 昨天又涨了一个94点 已经形成一个叫全面性 这个这个平台整理 已经做到一趟直接的一个突破 那突破这个平台我想说 就是说以台股来讲 现阶段来讲相较于这个国际股市来看 算是一个超强势的一个表现 因为毕竟以现阶段这个美股的部分 在昨天还没有大跌之前 四大指数不管是说像道琼 NASDAQ指数或者说 费城半导体S&P500 全面性都还没有去站上这个 它的月均线 月均线都还没有去做到突破 那再加上昨天这个大跌 当然的话 美股的一个部分 现阶段依然是属于一个叫空头架构 那我们再看回我们的台股 我想台股 这条月均线 目前月均线的趋势是往上 那目前今天的月均线是在15,586点 那等于说现阶段股价在15,800多点 当然的话 月均线站上趋势往上 这代表以台股的部分是一个标准准 属于一个叫做强势多头的一个表现 那相对来就是说这个盘 后续会怎么样做演进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毕竟在这个波段的台股 我们看一下从这个去年这个10月25号 落底之后 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这个位置点 毕竟这是个很标准 至至少少是超过这个半年多的一个 头肩底的一个形态已经完成 那这个形态完成 为什么叫完成 我想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在8S7号这边有个景线 就前波这个高点15475 在最近的这个平台整理当中 我想已经针对这个前方的这个 大底部的这个景线15475已经做到一趟全面性的一个站上 已经站上去 这代表就是说这个底部大底部的形态已经完成 那既然完成了一个后续我想之后 就会持续性在往前波那个高点 前波高点在这个5月31号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点这个timing 这一天的量5月31号的量来到快接近4000亿 是近期台股的一个最大量 那这个最大量的一个高点 大概在16807 那各位你就记个整数 我想这个timing 盘势依然会往这个叫16800点 去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挺进 那如果说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在前一个坡段 从落底大盘落底之后涨了2500点 第一趟 第二趟又涨了一个1000 快接近1900点 如果说各位你都一路错过 那这个timing 趁今天这个拉回 等于是说 这个坡段又是一个新的一坡 千点以上行情的一个展开这个当下 一样要请各位去做让密切 好好来做让把握 那毕竟针对欧老师 我们的操作策略面的重点 因为毕竟这个timing 一样老化一句 希望各位你不要赚了指数配的差价 现在的操作面重点 还是依然落在一个叫选股 那当然话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最切身最留意的一个重点 就是选股跟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欧老师我们要带各位 买到好的公司好的股票 那买到好的股票这个还不够 你要配合好的一个买卖点 那你如何去决定到 选股跟这个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那为了说我们是独创一套 这个六合战略 那六合战略是透过 包括不管是说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 甚至包括像这个题材性 未达效率操作策略 这总共六大面向 那这个六个面向我们是请各位 你不要偏用基本面去做选股 你也不要偏面技术面 我们要带给各位 面面俱到全方位的一个考量 那至于 基本面你要留意哪些 技术面你要留意哪些买卖点 完全全面性 我们就很简单 透过这个叫基本面来决定这个个股 我们要买的个股一定是好公司 产业趋势要往上 那再透过技术面 我来决定我们的买卖点 因为毕竟买卖点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timing 尤其这个盘从这个最低点一涨 已经涨了大概3000多点 那涨了3000多点 到底还有哪一些个股 你可以去做样留意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timing 一样提供给各位 很简单的两个操作策略面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 如果说我们要带给各位买性的个股 一定要买这种叫真正的这种多头股 那什么叫真正多头股 我想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在节目当中 给各位做介绍 那第二个重点 我们要带各位掌握这个轮动 因为现阶段轮动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等于说我们要带各位 执行低买高卖 短波段的这个价差操作 那等于是说 什么叫做真正强多个股 不管日K棒周K棒 20MA月均线 就是我们称之它叫做多空线 站上去趋势往上这种个股 才叫真正多头股 那真正多头股我们一样 买进去一档个股 我们不建议各位死报活报 你都去执行一趟的叫短波段 这个价差操作 低买高卖 我们操作循环一趟 大概一个礼拜上下的时间 就是要各位 有买有卖 来达正我们预设的一个目标 周周获利赚10%的一个获利 那各位就说 10%大概一根涨停板 你每一天要去追逐涨停板 这个有一定难度 如果说各位 我们把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设一根涨停的一个获利目标 那各位你也不要小看10% 你只要长期 经过八个礼拜的一个累积 一个礼拜赚10% 一个礼拜赚10% 我想这个要达正是非常非常容易 那等于是说 经过八个礼拜 你的财户已经形成一较倍数 double的一个翻转 那所以说我想我们就列举 像今天一样实际上做个创高的 这个像德韦 那德韦这两个标的 毕竟我老师我们从当时 在去年过年之前 在1月16号满脸需要产生 在这个166块钱 我们带进我们的全部会员 从这一趟 到这边去做到245块 这边是这个新春康康盘之后 第一天是涨停 第三天也是涨停 第四天涨了快接近8% 我们在第五天 这座新春康康盘之后的 礼拜五我们就做卖出 这一趟价差79块钱 后续为什么要卖 因为是没有创高爆量 卖一趟 经过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整理 整理大概我们在2月9号 又把它买回来 250块钱再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上下的时间 在这边282块钱做获利 前面那一趟的获利是32块钱 那这一趟它创高之后又做回测 回测到2月24号 我们就回测到上完的月均线 又重新买回来 操作第三趟 到今天一样做一个实际创高 那我们在这个299块钱先卖一趟 那等于说这一趟价差这47块钱 三趟的累积158块钱 差不多已经快接近一倍 那快接近一倍 等于是说我们操作这三趟 大概花了时间 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说各位 因为毕竟我们跟吉他老师不一样 我们不 我们绝少去执行 一个叫 像当冲隔日冲 因为毕竟这个 当冲隔日冲 稳定度非常非常差 或者说你买进去就抱着不动 像德伟你还比较不错 大概你从这个去年12月到现阶段 这一趟价差 可以快赚了快接近一倍 那问题 你花的时间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为了说我们就透过这个 短波段这个价格操作的一个结果 我们大概花的时间是一个月 时间省掉三分之二的时间 那获利的一个效率 我想这个提供给各位 获利效率极大化的一个效果 因为毕竟在这边 包括他休息时间 拉回时间我们都做让避开 那避开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带给各位获利的效率 可以来到一个叫极大化的效果 因为毕竟在休息的时间点 我们把它资金做回收 再往新的这种轮动个股去做移动 那所以说我想在这个timing 一样老化一句 如果说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到现阶段 还没有加入 我老师我们这个LINE AT 好有行列的话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这个节目的开播 我们就提供给各位 标股的一个大放送 你都可以直接加入 我老师我们这个LINE AT 好有行列 小老鼠MORE58168 58168 你就可以直接来加入之后 再点进去 点进去我们这个 见面大理这个栏位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五档 即将做发动的一些个股 做到直接的一个索取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谈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欧老师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 特别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以这个timing的一个台股 各位你不妨先把这个指数 先摆两边 个股摆中间 那尤其我想各位 你都一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台股 的一个轮动的一个速度 轮动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基于这个轮动速度 很快的一个结果 当然的话 我们在上半段有花很多时间 告诉各位 我们不建议各位 去采一个叫买进持有 就是说一档个股 你买进去之后 你就抱着不动 我们当然的话 为了要扩大各位 这个获利的一个效率 我们是强烈建议各位 你不妨跟着我们去执行 一个叫短波段 这个价差操作 来达正 一个礼拜 我们不用多 就是挑战 达正这个叫 周周获利赚10%的一个获利目标 那等于说 累积 大概八趟 八趟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结果 很容易 就能够协助到各位 获利的一个效率 可以达到一个倍数的一个翻转 那当然的话这个策略面重点 一样 买一定要买好的公司 那等于说 为了说我们带给各位 相关操作的这些标的 全面性 都是好公司 那好公司 还不够 还不够 你好的个股 你一样无论如何 要配合到好的一个买卖点 那至于包括像选股 跟这个买卖点的决定 我想为了说我们陆陆续续 我们透过我们这一套 这个独创的六合战略的运用 我想我们都会在耳后的这个节目当中 跟各位去做到一趟逐一的一个分享 甚至包括像教学 那大话我想以在现阶段这个timing一样 就是说我们提供给各位很简单 很简单的这两个策略面的重点 一样买就买 就叫真正的强夺个股 那什么叫强夺个股 我想就是说 你就是说20MA是所谓的月均线 为多空的这个分界线 那你包括在日K棒 日K棒我们看看短期的 就说日K棒它已经站上这个月均线 20MA站上去 甚至包括像周K线 你就不妨把电脑打出来 你看这个中期像周K 周K这个20周的一个平均线 等于说20MA一样 要站上去 这是长期中线 比较稳定的一个看法 那等于说日K棒周K棒 同步都是站上这个多空线 月均线之上 那它的趋势那条线 月均线趋势一定要往上 一定要同步都往上 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的这种个股 才叫做真正多头个股 就如同我们在上半段跟各位分享 到今年还在做一个直径创高的 这个3675的德伟 像德伟的一个部分 毕竟从当时在1月份 1月份满年需要产生的那个时间点 一样都是站上月均线 月均线趋势 这条月均线趋势都已经往上 代表它已经全面性恢复多头 那我想我们 为了说我们在分享各位一个操作观念 就是说 如果说各位 你没有跟着我们去买在起张点 起床没去买到没关系 你买到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一个叫加码点 加码点去做买进的话 后续再做一个实际上创高 我想这个获利依然都能够跟各位 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 那所以说没有买在起张点没有关系 我们就带各位买到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 这个加码点 当然当然这个加码点的一个 这个技巧我们也陆陆续续 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做分享 那毕竟针对像德伟 从当时像日K棒站在这个多空线 趋势往上 甚至包括像周K棒 周K棒一样 这条周线它一样站上去 趋势一样都往上 代表像德伟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 他已经正式恢复多头 然后你再配合他的买点讯号 买点讯号产生在这个1月5号 166块钱买讯做产生 那当然我们要带给各位买的 个股一定是好的公司 不管是说像德伟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去年去年的一个前三季的获利 已经来到8块多 8块多 相较于前年 大概年增率都超过5成以上 营收获利都在做一个实际性成长 题材性它是具有这个电动车二机体的这个 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个题材性有故事的一档个股 买就买这种叫好的公司 那你买到好的公司再配合 这个买卖点的一个运作 包括像郭老师我们就说在当时买讯产生之后 我们带着我们全部会去做买进 后续从这边买点在这边 第一趟在这个新春康盘之后 礼拜一那一天礼拜一涨停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又涨了快接近8% 郭老师我们在当时 在就是2月3号 2月3号 245块245块 我们先卖一趟 这一趟前面那一趟的价差是79块钱 卖完之后为什么要卖 因为毕竟这边要创高爆量 创高爆量我们先卖一趟 已经有点阻力 那等于说卖完之后 它是连回都不回 连回都不回 那相对为了说我们就说 在这个2月8号又把它重新又把它买回来 重新买回来 它是横盘整理横盘整理 那相对买回来之后一样 趁它还没有发动 我们带各位买进 我们不带各位去做一个追价 我们就把握它的叫回撤 那回撤尤其就有一个量的表现 我们通常买在无量 卖在爆量 我讲各位你自己去做验证 最后那个赢家就是你 第一档没有量的时候 在做整理的时候 我们去做买进 买进去之后 创高 创高又爆量 这边一样 在这个当时2月16号9点07分 一样创高282块钱 我们这边又做一趟获利 这一趟价差 第二趟价差32块钱 32块钱 后续282块卖掉之后 又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拉回 这一趟拉回非常非常深 几乎把这一趟的一个获利拔吃掉 那比如说我们低买高卖低买高卖 高档你要会卖 一样为什么要卖 这边又是爆量 卖完之后又做拉回 回测到上万月均线 我们又把它买回来 在2月24号252块钱再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这一趟又做让实际创高 这一趟到目前这个价差47块钱 等于说三趟的累积 158块钱的获利 这百分比也快接近一倍 那这个快接近一倍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当时买在 买在1月6号 到目前为止这个时间 大概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一个月的时间我想各位 我们实际上操作 包括第一趟一个多礼拜 第二趟一个礼拜 第三趟一个礼拜 累积三趟大概我们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各位 你买进去之后抱着不动 虽然这算是一档标股 如果说各位 你买进去之后是买到买到买到的话 我想这个你的获利的一个效率 一定会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扣 那毕竟我想这些强势这种轮动个股 我们就踩一个叫很简单这个策略 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把每一趟这个获利的价差我们就定10% 那毕竟经过这三趟 全面性都是打正 这个叫周周获利赚10%的一个获利目标 这累积三趟158块钱 买一张来来回来跟卫老师我们操作三趟 获利都已经超过一张就赚了15万8千块钱 得而为是如此我们再看一下 像精锐 所以很夯的一档个股 精锐我们在10月28号买点 产生我们一样带全部会员做买进 到目前为止 到11月24号 总共已经来回来超做四趟 四趟累积获利是85块钱 那如果说各位你从当时买进去125块钱之后 一路报到11月24号175块钱 你大概赚多少 赚50块钱 赚50块钱 我们操作四趟累积赚了85块钱 我想这个获利的一个效率 比这个抱着买进去抱着不动的一个结果 又多了超过70%的一个获利 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强调各位 我们要带各位买到这种叫 真正的这种强多个股 为什么买强多个股 买进去之后我想 屡创新高 或者是说 长虹所涨停 我想精锐是如此 德伟依然都是如此 买进去这种强多个股 都是长虹 屡创新高 长虹所涨停 所以说我想针对 目前这个阶段点 台股在做 今天做压回 这一趟压回 又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点 那当然话 为了说我们有帮各位去准备这五档 都实际或许会挑战这个牵连行情的 这个五档 刚刚好还没有发动的 这个起涨的标股 总共是五档 那为了说你今天很简单 各位 我们庆祝这个节目的一个开播 你只要输入 我们的这个LINE的账号 小老鼠 MORE55168 你加入之后 直接点进去这个栏位 我想各位 你就可以直接 索取到 为了说我们帮各位准备 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强势 这种强多的一个标股 一样 请各位 大届时 再跟着我们 好好来做到一趟密集的一个操作 好那今天节目告个段落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